如果聯合國也有發佈一份報告 是這處說戰爭很專業 因為加瀉有超過七十的房子都已經開去了 如果要中間這些房子 空間要吃長的一段時間 最沒有要到幾空宿空迷 在這裡中間的工作也有可能 要一直做到後一個小季 報告裡面又警告說 中國伊哈戰爭又繼續跑下去 加瀉地區散車已經靠也會穿館 會對於過年底的四十 增加到超過六十 伊哈戰爭對加瀉七個月來風雜 而且恐怖力氣的建築不都被掌握到去 本地實在東京最新的統計資料開啟 代表百萬多次順海 聯合國雖然最新的報告也說 加瀉有超過七十的騎駛比順海 有據聯合國官員形容說 加瀉現在看起來不屬於業績的表面 72%的所有居住在加瀉地 都被破壞了 9%的其他商業和其他建築都被破壞了 這真是超過的 我們可以說 聯合國關於危機壓上分析 加瀉有賣到八成立的學校 作修就一定程度會破壞 儘管比順海修如果要重建到後 只要等到立況四百年 只要是建築交付的速度 有夠順這邊加瀉危機五倍的條件之下 如果沒有強制就要等到後一歲 加瀉衝突要造成加瀉的經濟幾乎都停來 領域發展技術倒退四十年 等到順世紀八零年一代 我們是建築繼續下去 平均率也會繼續上升 那時大部分的中三改期 都會被破壞到平均三億下 恭喜新聞 鄧偉銘 吳紀聰 冰協